尼天南达,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新都教神师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在这段时间在帮助华人的同修显化财富这段时间 其实有一些感触 我昨天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大师在开始中一直强调 让我们要有这个与神明连接于他们沟通 被他们所吸引的这样的情操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自己与神明的这个对话 以及呢,喜好吧 就是跟这个更高维度的这些存在呢 与他们建立关系,热爱与他们的交流 我之前不是特别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现在这两天突然意识到它的意义 至少在财富显化上它的意义是多么的重要 也就是说呢,财富并不是一个 我们想象中的这样的一个物件 它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意识的化身呢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的财富的意识的提升 才能够真正显化成我们身外的财富的现状 我们内心的越富足呢 我们的身外,这个金钱的现实也就越好 怎么能够最快的让自己内心富足呢 那就是让自己的内心提升强大 最强大的存在呢,就是神明 就是开拉萨的神明,帕尔摩西瓦的化身这样 他们呢,他们的存在的状态 就是我们最高的版本的存在的状态 心中是完全没有痛,愤怒,恐惧和贪念的 是完全我是帕尔摩西瓦,我是整个宇宙的化身 我是意识源头这样的最强大的内心的存在 所以呢,与这些神明建立连接呢 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 就是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成为他们 他们能够通过我们显化 也就是说,比如说当你真正的能够了解到 这些神明是可以跟你对话的 那么你的人生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你的人生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找到答案 而且呢,也可以直接得到他的祝福 在任何时候,你都没有任何的惊慌或者担忧的需要了 因为你知道,有这股力量 它不仅仅是一个力量 而且这些神明都是现实存在的这个真神 他们是有这个形的 他们不是只是一个空气中看不见的一股力量 你就会知道,比如说相神或者是大师 或者是母亲 是在我的身边保护我的 她是在守护着我 并且一直给我答案 解答我的人生困惑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中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存在的状态 和最终极的神明交朋友呢 那么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那自然然呢,我们的财富的现状就是最完美的 因为人生没有恐惧之后呢 就只有强大的内心 就是只能显化强大的外在的现实 包括我们的健康人际关系 所有一切的都会有直接的好转 所以呢 一定要开始和更高存在的这些维度的生命 与他们建立关系 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你开始做铺垫 然后开始有意识的知道这些神明的存在 开始与他们对话 上世之间的关系 你和他之间的爱 如果你能够跟神明之间建立情感连接 那么你的人生可以显化所有一切你想要的现实 如果没有这个情感连接呢 你有的一切呢 都是空无的 都没有意义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知道最好的投资是什么 不管时间金钱还是你的材质 都要放在与神明交流 最重要的是和自己的上世之间的情感连接 这才是我们人生所有一切的源头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见难道 你见难道